好 下位 黃定江議員 多謝主席 我想我們立法會的議會 各種議會現在越來越多這些問題 其實作為主持議會的主席 他將自己的利益能夠申明的話 我想在席的同僚 以及社會上的市民 也都清楚他在主持會議的立場會是怎樣 而且主持會議主席一般是不投票的 所以在這裏他只要有個申報的制度 我想已經是可以足夠 議員和市民都有他的分析能力 但是現在這些專門挑剔的伎倆 在各個會議裡都充分表現出來 老實說 立法會裡很多事務委員會 很多法案委員會 我們都是找業界有識之士 有這樣的專門知識的議員去主持會議 能夠使會議更加順暢 但是如果按照這個邏輯 陳偉業提出的邏輯 這些會議全部要秘籍 今天如果住在新界的議員 全部要秘籍 因為發展到新界 全部有利益衝突 有沒有這樣的邏輯呢? 沒有道理 我們出來以示是為市民 有什麼理由? 簡直是在這裏搞鬧劇 胡鬧 旁邊說 希望大家 市民也好 我們在籍的議員也好 自己深思一下 在做些什麼 是不是為市民做事 還是在搞事 好